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对这种狭小的很不舒服的空间很厌恶 所以当我出来以后离开监狱以后 我得住一个很大的房子 很舒服的房子 很考究的房子 我非常的向往 比如说在我的书房里面 几万本书跟我在一起 请大家注意 没有人帮我整理 我会跪下来擦这个地板 所有的清洁由我一个人包办 大家看到你只要过的生活好像很豪华 他不了解 我自己的这种勤劳 是一般人做不到的 因为我这种生活方式 我才告诉大家 整天搅在一起 这种生活是很烦人的 至少是很没有进步的 我们一个人不是要过那么多的团体生活 而要练习自己能够一个人过生活 我做过台湾的预备军官 就是排长 我在我们的连里面 我当然认识连里面的这些干部 我的一个好朋友做了副连长 这位副连长过团体生活太久了 他演成了一个习惯 就是要到厕所去小便或大便的时候 他一个人做不到 他要找张三找理事 跟他一起大便 这边毛坑的动革 他要跟隔壁的毛坑的人还讲话 为什么 他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团队的动物 他完全不能够过个人的生活 他所有的习惯都是团体的 所以我认为这种人是很可怜的 为什么呢 他完全不能够放单 不能够落单 不能够做任何的个体户 这种人 他的生活常常是没有成绩的 所以我跟大家说 并且我现身说法 希望能够影响大家 每天也许能够抽出来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乃至于三个小时 过孤独的自己的生活 家里门并不一定要出去啊 我最高的记录是五个半月不下楼 在我住的十二楼里面 五个半月都没有下楼 后来台湾的国家安全局 就治安机关的就受不了了 说这家伙怎么不出来 派了一个人特别把我 友善的把我拉下去 所以五个半月以后 当我下楼的时候 我都很不习惯 很不习惯 马路平面的马路的那种生活方式 为什么呢 因为在楼上住太久了 连续五个半月 为什么我有这种定力 把自己能够安定下来 就是说 用我的思想 走上另外一个境界 我觉得人 有成绩的生活 是要能够 一个人 在知识境界里面 能够 深游四海 来充实自己 这才是好的 并不是说 你咕噜寡闻 也没有 比如说 我在我家里面 我看过一本书 就是生来自由 这个什么书呢 就是基本上的故事 就是一个动物学家 跟他太太 他们到非洲去 结果 把他一个狮子的 母狮子打死了 打死以后呢 就发现 有个小狮子 结果啊 他们就把小狮子 就接回来了 把小狮子接回来完 就然后就开始呢 就跟着小狮子啊 三个小狮子 他们的共同的生活 从小呢 把他们养大 就跟三个小狮子的生活 有的小狮子 后来也送到动物园去了啊 他们就 就是最后 他还有一个小狮子 一个小母狮子啊 讲了跟他的故事 整个都是 跟他们的这种 这种故事啊 在一起的故事 他这个狮子 越长越大 跟他们有浓厚的感情 最后 他们知道 这一天 终于到来了 就是要把这个 母狮子 当他长大了以后 要把他放生 要把他 让他回到 他的 森林里面去 重新过他的野生的生活 后来就发生困难 他 他不习惯 他跟人住在一起 住久了 他不习惯 活到那种 原野的生活里面去了 可一再让他 把他推回去 那就过 有一次 他们成功了 就发现这个母狮子 跟其他的母狮子 发生冲突 干什么 抢公狮子 争风吃醋 他们觉得成功了 就他能够 进入他的狮子的族群里面 跟别的女狮子 抢男人 回到他原始 跟本性 他们成功了 这是我在 公共的生活里面 所看到的一本书 可大家不要忘记啊 这个歌出来的时候 我也会从 CV 这个唱片里面 来听到这个歌 同时 我还搞来了录影带 看到了 关于这本书的 一个电影 这个电影拍的 比书 因为改写 更精彩了 就是最后 他们离开了这个 非洲以后 过了一段时间 他们又回去 他们又回到老的地方 回到这个母狮子 跟他们分开的地方 他们 忽然发现 这个母狮子 忽然出现了 他不但出现了 还 村边还带着 他所养育出来的小狮子 然后跟他们 做狮吼 等于喊了他们 然后带着小狮子 又回到山林 所以电影里面 比这个书里面 又多了这么一段 当然是裂造出来的 很有人情味的故事 音乐 书 电影 我都能够在我的书房里面 看到 偶尔我还看到 同类的故事 我看到一个故事 什么故事 母狮子 母老虎 怎么样 把他的小老虎分开 母老虎 带着小老虎 可是小老虎慢慢大了 他知道有一天 这个他们要分开 可是怎么分开呢 那个画面真的动人 这个母老虎啊 在了三个小老虎面前 他去 叼来一个猎物 去捕捉一个猎物 把这个猎物 堆在下来的时候 三个小老虎冲上去 吃这个猎物的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 这个母老虎 一声不响的 走掉了 就在这个关头 一声不响的 离开了 他的三个小宝宝 从此 虎 天人永哥 天虎永哥 大家分开了 因为他知道 有一天 大家要分开的 可是最后分开的时候 三个小老虎不知道 他的妈妈知道 可是用什么方式分开呢 母老虎 给他们重新准备了 一顿午餐以后 然后妈妈离开了 大家想想看 这种画面 我们人类 有多少人类 能够这样勇敢的做到 或者勇敢的面对 我看过一篇 当年在大陆时期的 关于白色恐怖的故事 就是一个政治犯 一个共产党 被国民党抓起来了 关在牢里面 他的女朋友去看他 在牢里面就看他 一次一次看他 可是到了最后 这个女朋友觉得 他无法再等他了 他决心的离开他 然后又看他说 给他带着很多 做了很多食物 送到牢里去 他这个男朋友 还不知道 他的女朋友 决心要离开他了 他男朋友 在隔着这个铁栏杆 在对话的时候 还说 下一次你来的时候 请给我带什么东西来 带什么东西来 他的女朋友 隔着铁栏杆 都同意了 都答应了 可是他心里面 打定主意 就是这一次 是我跟你见的 最后一面 我跟你送的东西 也是最后一次 我没办法再等你了 在这个白色恐怖时代 你何年何月 能够出狱 也不知道 你生死 也莫朴 我没有办法 我很抱歉 我也要活 我也还有青春 我只好离开你 所以呢 这个画面 能这个故事 告诉我们 就是当事人 这个男主角 不知道他的女朋友 下次不来了 可是这个女朋友 知道 我下次不来了 今天我见你的 是最后一面 可是还是很温馨的 很感性的 很信心的 跟他 要看他 但是物品 食物送给他 把用品送给他 可是知道 我下次不来了 所以这个故事 跟我刚才所讲的 那些虎妈妈 母老虎 最后准备了一顿午餐 然后离开了 三个小老虎的情况 大家想想看 这些生活的细腻的部分 人间或者动物间 自然界的 这种悲欢离合的 这种手法 我们青春所遭遇的 不可能遭遇这么多 我们所见闻的 也不可能这么多 我们表现的 也不可能这么样的洒脱 或者这么好 可是在动物身上 我们居然看到了 有这么好的表现 在一个白色恐怖的 政治犯的故事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有这么洒脱的表现 这就是人间 如果整天大家搅在一起 你不太可能 得到那么多的讯息 那么多的资讯 那么多的资料 来充实你的大脑 使你有进入一个 有智慧的境界 可是我说 只有这样子 才能够充实你自己 同时呢 我就 因为个人的这种 知识活动 我会累积很多的 相关的资料 我譬如说 人家问 我所佩服的 新加坡的李光耀 问他 说新加坡有多大 那李光耀的回答答案上有趣的 他怎么回答 他不是告诉你 新加坡有多大 他告诉他 你要问我是 潮涨的时候 和潮落的时候 因为潮水涨的时候 新加坡就变小了 潮水润的时候 新加坡就变大了 所以你要问我 新加坡的面积 我要先问你 你是问我 潮涨的时候 还是潮落的时候 这个答案是非常有智慧的 并且暗示的给你 就是我们的国家大小 是跟着潮水潮落有关系的 表示说 我们的国家的确很小 比如说 有一次我跟陈文倩 我们上了一个节目 我们俩人都做 他做来宾 我也做来宾 我就看到 那些在外面 跑来跑去的 那些油嘴滑舌的 那些主持人 他们就问陈文倩 说陈小姐 你好泼霸 泼霸的意思 在台湾地区 就是他的胸部 非常的丰满 他说陈小姐 你好泼霸 你多少寸啊 这个意思就 多大有多少尺寸 这个问题也问的 不太礼貌 我就看陈文倩 怎么答 陈文倩怎么答复 陈文倩就白脸呢 是板不板的 就这样的 很冷淡的 就跟他们讲 说你告诉我多长 我就告诉你多大 这是陈文倩讲的话 这个答案 弄得那个主持人呢 就弄得很窘 对不对 你问我 胸部多大 我要问你 杨一句多长 你先告诉我多长 我得告诉你多大 陈文倩用的这个巧度 他把那主词忽略掉了 他问他多大 他告诉我多长 告诉我多长 我就告诉你多大 这个证明什么 证明说 我喜欢分析这类的故事 然后把它同类的摆在一起 摆在一起 告诉我们 很多的问题 当问题很荒谬的时候 那个答案会扭转 或者决定整个的气氛 这就是告诉大家 这些知识 大部分都不太从 好多看这些年轻人 在一起搅在一起生活 他们怎么可能有 那么好的丰富的知识呢 原因就是说 张三跟李四 他们看同样的书 他们讲同样的话 李四并不高于张三 张三也不优于李四 大家的很接近 所以呢 他的那种知识 是内部循环式的 没有进步 很浅薄 只有一个人在书房里面 或者在过孤独的生活里面 如果他好学 如果他深思 如果他勤快 才可以找到这么多的证据 我举了这个生来自由 Burn Free 所以这个书 这个电影 跟这个音乐的故事 告诉大家 我们怎么样 可以得到更多的人生的境界 方法 就是我们要进入这个世界 进入的方法 要一个人 有一个好学生思 而勤快的习惯 才能够进入这个境界 那么你说 这什么意义呢 没有什么意义 你活一辈子 有什么意义呢 你像狗一样活一辈子 也是一辈子嘛 人所以要 使你觉得 他优秀 就是因为 你会不断的 充实你自己 开发你自己 增加你 表达的 或者谈吐之间的 这个本能力 得到快乐 这才是 增幅的人生 否则 穿的飘飘亮亮的 大家在一起鬼混 我不认为 那个人生 是丰富的 所以我看到了 这本书 最后看到那个画面 远镜头的 看到 这只狮子 这就是 人与动物的 最好的一个离别 难道不是吗 不像人 离别这么痛苦 或者这么样的 纠缠不清 并不是这样子 所以大家看 杰克伦敦 写的文 野心的呼声 结论就是那样子 当这个狗 被这个主人救了 这个狗本人 几个狼犬式的狗 这么粗犷 那么野心的时候 他被这个主人 救了以后 他会觉得 有种感恩 他跟主人 发生了好的感情 可是当 某年某月某一天 这个主人 忽然被凶杀了 被干掉了 这个狗 怎么办呢 这个狗不狗 他从此自由了 他不再受 这种感情的牵挂 他要脱离人类 他要跑去 他的世界里面去了 可是他怎么样 离开的狗主人呢 他用那种狼嚎一样的声音 表示他的悲哀 然后他走了 所以我们在看 古书里面所了解的 说中国的古代的哲学家 老子死了以后 他的好朋友秦石 秦石黄的秦 师父的士 秦石去看那个老子 看他老朋友怎么死的 然后三嚎而出 就是这样子 稍微痛苦的 三生就走了 他们应该就问他 说他不是你好朋友吗 他说是 老子是你好朋友吗 老子是我好朋友 可是为什么你表达感情 谁是这种方法来表达的呢 因为他是另外一个境界的人 所以他不需要用这种 哀嚎的方法 来表达他的痛苦 也许呢 他根本都不痛苦 这就是另外一个境界 所以我到现在 我都无法解释 当这个母老虎 找了一顿午餐 来喂他三个小宝宝 然后离开的时候 在他们三个小宝宝 吃这个午餐的时候 他从此跟他们分开的时候 他如果有一些想法 这个母老虎怎么样想 我们就像人都做不到 这么样的一个洒脱境界 可是母老虎会做到 在我一个人的生活方式里面 我跟大家讲 都不是说 我把我自己永远是天马行空 摆在最高的境界 事实上也不是 很多人生的小地方 我也必须面对 我的敌人不是我所能选择的 所以像英国的文学家 王尔德 他说我们人要选择我们的敌人 不对的 因为很多敌人 不是我们所能选择的 他可能变得很不入流 不是说你的敌人都是很好的 像亚利山大 皇帝大帝 他能碰到那种敌人 那种敌人被他佩服 他可以 敌人被他干掉以后 他会给敌人办一个盛大的丧礼 像汉高丽 就刘邦 把项羽干掉了以后 把楚八王干掉以后 他会给楚八王举行一个大的丧礼 什么原因呢 敌人是值得他佩服的 值得他佩服的 我在台湾 或者我们在人生的遭遇里面 我们的敌人 我们是无法选择的 可能他是小别三 他是不留的 那个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面对 有的时候 我们可能要闪开 有的时候闪不开 我们要把他 宰掉 所以呢 我李奥常常讲 我不但是要 推开这些 杀掉这些拦路的老虎 像国民党 我还要杀掉这些过街的老鼠 因为老鼠也在拦我的路 我最喜欢的一张幻画是说 你看到一个猎人 他把他打掉的猎物 做了人 头 做装饰品 路啊 迷路啊 长径路啊 这个狮子了 他把他作为一个标本啊 放在墙上 可是大家看下面的画面 我一个老鼠洞 老鼠洞上呢 他也做了一个画面 看到没有 一个一个一个标本 什么呢 一颗老鼠头 看到没有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李奥给他标准 在标题的 大的要 小的也要 大的猎物 我的战利品 我会摆在这里 可是小的标本 小的猎物 我也要 换句话说呢 我在人生的过程里面 我难免会要宰 那些我的主要敌人 可是一些吃掉的敌人 陆流的敌人 有的时候 我也无法避免 不宰他们 这就是我所说的 我要清除南路虎 我也要清除 过街的老鼠 为什么呢 他究竟过街的老鼠 也妨碍了我 所以呢 老鼠也一律要宰掉 我刚才讲的意思 告诉我们 在我们复杂的人生里面 我们要努力 争取我们个人 一个人生活的 这个时间和空间 这种生活 才是有意义的 有丰富的 能够充实自己的 一个生活 而在实际人生里面 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些 主要敌人 需要敌人 和不如流的敌人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只有大的要 小的也要 把它摆掉 像画面一样 接下来请观赏 边说边唱 以及动物爱心日记 请不吝点赞